日本有一個研究 我覺得蠻有趣 他說你冰箱塞得越多 那這個家庭會越窮 蛤 因為他說 其實你會很多東西是重複購買 所以我會建議的就是把醬料 你就是像這裡有很多各種的 有素食片的醬料 番茄醬糖醋醬 對對對 然後其實我會建議你醬料 就準備一些這個盒子或籃子 然後就把它按照這個放好 那你就不會重複 看一下阿姨的冰箱 很滿耶 阿姨吃很好耶 好多東西喔 其實算滿整齊啊 這有問題嗎 其實我們會建議冰箱的 放的東西不要超過7層 為什麼呢 超過7層之後呢 它的流通不好 那這樣子呢 食物的保鮮會不好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在收納這些冰箱的時候 不要整個鍋子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太佔地方了 好那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你可以用一些 玻璃的啦 不鏽鋼的啦 塑膠的啦 都可以用 那塑膠的 你當然就不要裝熱食 那就用保鮮粉 用一些分裝盒 對用疊的方式 那就不會這樣子很佔地方 是 你看像它這一層 就很浪費了 因為這一層就沒有什麼東西 有啦它也是有層層堆疊 你看那個羊肉爐就直接關在上面 對然後呢 因為日本有一個研究 我覺得蠻有趣 他說你冰箱塞得越多 那這個家庭會越窮 蛤 不是因為有錢 對啊 阿姨住套屏一族耶 對啊你看它這麼滿 對啊 山珍海味 因為他說 其實你會很多東西 重複購買 好 所以呢 我會建議的就是把醬料 你就是 像這裡有很多 像這邊的 對 對 然後呢 其實我會建議你醬料 就準備一些 這個盒子或籃子 然後呢 就把它按照這個放好 那你就不會 重複購買 像我們常常有時候 可能就是說 我今天要吃火鍋 然後呢 常常這樣在哪裡找不到 突然找不到 對 然後就再買一罐 其實這是金錢上的一個浪費 然後呢 就是更糟糕的就是說 很多人就在網路上問我說 唐老師 我那個兩年前的香菇可不可以吃啊 然後什麼 我都覺得很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很不喜歡丟食物 但是呢 他兩年前的東西 我也不敢教他吃 對 所以我是希望各位 可以注意一點就是說 你的東西 一定要搞清楚日期 然後呢 越接近了 你就可以做一些清冰箱料理 就一次把它用掉 不要就是 又放著 囤在那裡 對啊 囤了兩年後又很想念它 又捨不得丟它 而且其實喔 你如果說冰箱的保鮮沒有做好 也會讓免力下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的東西 其實已經要壞不壞 然後你又吃進去 其實對腸味道也是不好的 那像我們沒有這保鮮膜 我像阿姨這樣用保鮮膜可以吧 基本上呢 保鮮膜我會建議 一定要小心的 像這個就很合格 為什麼 它的保鮮膜 其實沒有跟食物貼在一起 為什麼呢 像這個呢 我們就比較不建議 為什麼呢 這個是肉嘛 肉有油脂 然後你的保鮮膜又貼在上面 其實呢 在冷的環境下有油脂的時候 保鮮膜還是容易製出瘦化劑的 所以呢 一定要記得 你這個保鮮膜 不要跟食物直接接觸 要不然就直接放分裝盒 對我個人的話 特別喜歡用分裝盒 一定要帶香燥膜 一定要放進去 就好 要忘了 明顯示了 感谢观看